谁能够缺乏地缘呢 如来 成佛才能够缺乏地缘 这真的不是下的 其广没有边界 其身没有地 那谁能够缘呢 阿卢汉呢 菩萨呢 祝佛如来呢 究竟彻底是祝佛如来 所以佛陀教给我们 要成佛了 不成佛了不能彻底明了 成佛就明了了 怎么成佛 要放下 放下所有的障碍 为什么 所有的这 佛的根源 都是自信 变形出来的 你本来知道 所以说 一切众生 本来是佛 为什么不知道 你用错了心 你用了忘心 不知道 你用真心 全知道了 所以 明白这个道理 这个大前提 你就要晓得 应当 彻底 放下 为什么 假想 凡所有向 皆是虚妄 向是虚妄 念头 也是虚妄 真心 理念 没念头 正念 无念 它起作用的时候 无不念 不起作用的时候 无念 佛语 发生 菩萨 明心 见性 就五年 七千多年 没有了 它的六根 其作用 是心得 我们六根 其作用 是二类 是无名 我们为什么 不能放下 没有真正知道 诸法 是想 不知道 像是假的 不知道 像是虚妄 是梦幻 报应 精干精神 几次说的好 一切又为乎 而如梦幻 泡眼 如露 亦如电 映坐 如实观 继续 目的 目的 是将我们放下 晓得一切法 不是真的 什么是真的 心是真的 我们的灵性 是真的 灵性 不是物质 是精神 但是 但是要晓得 物质 是跟着精神念头 转的 我们要身体 健康 要有好的念头 自然去健康 为什么 它跟着心转 你看我们心里头 欢喜的时候 满面春风 心里的时候 有很难过的事情 头眉苦脸 它就变了 跟着念头变了 佛为什么能健康 佛没有咱念 没有妄想 所以 我们能真正做到 没有起心动念 没有分泌之处 就出发了 那你的身体 就精刚不坏神了